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国家的快骑赛中夺得了冠亚军才有资格下亚洲杯 那快骑呢偶然性还是大 我们刚才看到了其实上一盘棋古灵一发挥的非常不好 其实古灵一是一位快骑在国内是一位快骑非常强的棋手 但刚才那盘棋发挥的一点不好 那这盘棋呢其实本身从我对一个赛前预测来说 我是看好陈阳业的 对 我觉得应该所有的人都会看好陈阳业的 但实际上我们也是刚拿到棋库 不知道结果和这个什么情况都不知道 但是呢需要提醒一点的 就是说快骑实际上对于双方的水平差距来说 这个很难讲 觉得好像这个水平高的一方有利 那肯定是 慢骑也是一样的 但是呢这个偶然性会比较大 我们来看棋吧 好 说一眼的黑棋 新 这个是 下对角布局 我觉得在现在好像比较少出现 它这个好像也是小木 它这个如果是新的话 东南黑棋就不选择这个了 说像小木呢 谁先挂谁便宜 这个是流传上百年的一个历史了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白棋这个是不是就应该先挂奖了 先不站脚 那先把四个脚站了 也是流传上百年的历史了 这个 其实我们说的都是玩笑啊 这个布局 在一盘棋的胜负里呢 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 除非你一个定势吃大亏了 那个要不然的话呢 决定胜负啊 还是往往在于中盘 布局怎么下都行 对尤其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些 一些字面上的一些理论啊 大家一听 就是了解一下知识就完了 没有必要把它当成一个金科玉律一样的 这么一个定论去死倍 好像说黑棋化了这个 对盘棋黑棋就优势了 早的呢 那根本没这回事 是 而且我觉得啊 就是现在啊 这个我们这围棋发展特别快 在以前呢 就是印象中这个定势 比如说不能下 或者呢这手棋不能下 可是在现在这个对局中 好像我觉得就根本就没有哪个是不行的 对 陈琳说的对 其实我也发现这一点了 嗯 现在我们所下的一些定势啊 嗯 在以前 在我小时候学期的时候 根本见都没见过 嗯 那以前经常去学习的一些 那个大型的定势呢 其实现在也没有人下了 为什么呢 原来那些定论 似乎都 跟现在的这些围棋观啊 就是完全是相悖的 对 有些定势还被推翻了 嗯 学定势的最高境界就是忘掉定势 啊 这个其实我我记得好像五国正硕说过啊 嗯 有道理 很有道理 我们现在下棋呢 就是还是力大者胜 有这么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趋势 像陈阳业九段 他就是非常非常这个有力量的这么一位棋手 嗯 而且他的力量呢 非常有特点 就是如果说鼓励是那种大刀阔斧的那种力量啊 陈阳业就是那种专门找别人漏洞 那个不停的往里钻的这么一个一个类型 啊 是这样的吗 这个也很厉害 因为在我的印象中 陈阳业的棋风和您讲的不一样 嗯 我觉得陈阳业是特别喜欢时空 然后呢 嗯 就是酷爱实地的这种 觉得他力量好像他不是特别擅长 不不不 这个承认理解的完全的有问题 嗯 赵志勋是不是很喜欢力量 很喜欢实地啊 对 是 但是赵志勋的力量也非常大 对暗凡喜欢实地的人都一定要有力量为后盾 如果是只是单纯的去捞地 那所有的骑下来三三 力量一定 地一定多 那这样的骑是下不动的 啊 陈阳业他的骑喜欢实地 只是他所有棋风里的一点 一点就是我们只能说是摸到了大象的某一个部位 但是如果以此来推断 这就是大象 这个显然是糟的 嗯 我觉得陈阳业因为我跟他的对局很多 在比赛里和这个平时训练的时候下快棋啊 很多 他的棋呢 就是让人很摸不着一个方向 你跟古力作战的时候 可能他的力量确实比你大 但是呢 经常还是在一个局部 大家能杀起来 那陈阳业呢 经常是没有那种特别大型的一个作战 但是呢 你 但凡你的形状上有一点点毛病 他都会来追究你 就是他非常敏锐 你的棋一定要下的比较厚一点 有些人呢 对陈阳业的成绩很好 比如说朴文瑶 比如说孔杰 他们这些棋呢 就是先把自己给走后 然后立足于自身的阵势呢 去像坦克车一样稳步推进 让他的力量 陈阳业呢 他自己也承认 陈阳业也承认 他比较讨厌这样的对手 但是呢 像鼓励这种 鼓励王熙 以这种力量健常的这种棋手呢 陈阳业倒不怕 然后他比较喜欢 那今天的他的对手 杰成聪 您了解吗 我倒不是很了解 不过日本棋手都有一些特点 就是基本功比较好 而且不喜欢作战 这个倒不好说 现在都是 现在不喜欢作战的人 都出不了成绩 哪怕是日本棋手 我觉得这盘棋 可能对陈阳业来说 也是一个考验 也是一个考验 就是他必须要面对一个 与他棋风 不相匹配的这么一个棋手 对 因为我觉得日本棋手的棋风呢 应该是比较像孔杰他们的这种风格 那很难达到孔杰的水平 这个说起来可能日本棋手不是很爱听 但是孔杰现在的这个棋呢 应该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 确实是只要他状态好的时候呢 他的棋会下得非常的流畅 没有什么太大的破绽就影响这盘棋 这个是一个很高的境界 叫不战而屈人之兵 这个孔杰应该说最近的状态和成绩 都是上升的很好 很快 对 我们明天就会看到孔杰的棋了 我们来看这盘棋 好 围棋中是没有什么定论的 还是要这个应试力道 我们看这盘棋的下了一个比较新的定势 这个好像在我印象中有靠这个的 也有拆出来的 靠这个我还是第一次见 这个有一个前提就是要争自有力 这是一个必须的前提 如果这两个腥位 就这两个站脚的方向换一下的话 就不成立了 这个定势会形成 这样的话呢 白棋的这个加工啊 就起到了破坏黑棋形状的一个作用 那黑棋补哪啊你说 我觉得不补了 跳下来 如果你吃的话就拆出去了 对 如果跳的话它顶 对 然后就拆出去了 拆一个啊 这个也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布局 比较简单可以下 黑棋这么下可以下 就是跟它的实战相比的 就是另外一盘棋了 我们可以来来讲解一下 这个简单讲解一下这个定势啊 黑棋现在呢肯定不能接 接的话白棋要断 就会被马上就断了 对因为白棋现在争自有力 白棋要断你 这个子一旦被断掉呢 黑棋后面就比较苦了 有人下这个虎 虎这个 有人下这个虎这个 虎这个 那这个就不会被断了吗 虎的话它估计也会断 然后它就打了 这样形成一个转换 嗯 但是这个转换呢 估计白棋肯定是愿意的 啊 还有一种下法呢 就是跳这个 因为刚才一手棋 被白棋顶在这呢 呃 黑棋不是很愿意 这次就被吃了 跳这个的话呢 最希望你吃 你吃它就吃 它试试这么吃下来 你提 然后沾上 这样的话呢 白棋不好 白棋这个空高的太小了 对 黑棋外面呢 这个后视 非常的舒服 对这个形状刚好是补在方形上 然后还撞伤了白棋的一颗子 对 那你说跳一个白棋应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这个局部什么下点啊 嗯 点的话也不好 点的话也在外边签不舒服 这个棋就打吃 打吃 打吃这个 这个棋呢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古老的定识 现在我的印象中 好像没有什么人这么瞎了 这是我在学棋的时候 二十几年前 我学棋的时候 翻那个日本棋上 有一个叫定识大词典啊 嗯 那个有这个记载 哦 有这个定识 传说中的一个定识 实战呢基本上没有什么人下 对 我没看到过也没下过 对 这个真的是一个传说中的一个 武林秘籍中所记载的古老定识 但是呢 实战的意义不是很大 嗯 我不知道陈耀夜见没见过啊 反正这个棋二十年以来 我学是学过 但是从来没有用到过 对 我觉得如果按照这个陈耀夜的年纪 他是八九年的 这个 不一定见到 对 很有可能就没见过这个定识 也正常 不过也无所谓吧 怎么下都是一盘棋 他实战呢 这都没有选择 他就顶持了一下 也没有跳这个 也没有跳这个 脱鲜了吗 他就选择引针 引针 这个也是一种下法 也蛮好的 这个时候 这个白棋不能硬啊 白棋硬的话 黑棋再 在这个虎回去 白棋 不能断这个肯定不行 那到底能不能断 我也没算了 还是不能断 这个已经 已经引到了 那就拆出去算了 那就 拆个二 那这个还是亏了 跟你单拆二相比 你这几手去交换 把黑棋撞后了 黑棋这时候再来加工 你这个子变苦 都单拆好 所以这时候白棋也不能硬 白棋也得在这点下 对 它是这么顶过 然后黑棋反架 那这个棋呢 就不是很好判断了 非常不好判断了 这个地方形成了二打一 这个地方相当于白棋 补了两手 我觉得 等于白棋守多个角 白棋现在是六个子嘛 对啊 黑棋是四个子 六对四的话 等于白棋多两手棋 对 等于守多个角 这个棋就非常的不好判断了 如果要把它手割一下呢 那如果把这个 加这个是不是容易判断一下 就是容易判断一点 这个局不好判断 这个局部反正就是 黑棋形成一个局部占优的 一个定势嘛 但那个局部我们怎么手割一下啊 如果是算他这么一个单关角呢 那黑棋交换天亮 如果是这样一个单关角 灰了 等于是这样 这个我这个手割可能也是不够严谨 因为一般来说 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实战可能性的 不会有这么一个实战可能性的 但是看上去这几手棋 黑棋推的还是挺多的 因为白棋这个比较实战 而且空挺大的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 黑棋这几手棋没什么价值 它走在外面 要是能够对外面有影响也好 它这几个子没什么价值 对而且形状还不是那么好 就是这个跳一个 就外面还有一手割价值 补一个是很大的 如果补一个的话 好不好判断呢 那就容易吧 就相当于抖个脚 手一个脚再拆一个 对 就多三手棋 我们可以拿这个形状 跟另外一个形状做比较 另外一个很经典的 一个多三手棋的 一个定式是这样的 一肩高加那个吗 是这样的 这个局部白棋多三手棋 对吧 白棋现在断在这儿多两手 再补一个多三手棋 这个局部是多三手棋 那跟刚才那个局部 你觉得哪个好 跟刚才这个局部 喜欢还是喜欢刚才那个 因为我觉得这个黑子 这个多了 然后就更为重了 因为这个局部 既然是黑棋亏了嘛 肯定是我投入的子力 越少越好 不让白棋那么厚好 你觉得就是这个图的黑方好 还是刚才那个图 刚才好 刚才那个图黑方好 那就是说这个图 白棋便宜了 是吗 对 我觉得因为这边 我也有投入的态度 因为黑棋这几个子 还是没什么用 白棋这些子呢 价值比刚才的那个 更为发挥 刚才那些棋 长在那儿还有 别人还有什么顶啊 什么借用 那就是说这个局部 黑棋亏的还是挺大的 对 那黑棋就是不能脱纤 其实 黑棋这个选择亏了 这两边 这边占的田也不够大 起码你没吃到别人子嘛 一个子没吃到 那这边呢 白棋补一个是好判断 白棋不补呢 黑棋暂时也没有办法 如果白棋这手棋 可以过一段时间再补的话呢 这个效率白棋就非常高了 主要还是 我现在下棋越来越来越不愿意让对方吃紫了 对啊 别人吃掉的话 你这个就发挥不出来嘛 就永远也 就是真的 我觉得啊 就是我不知道别的职业棋手 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感觉啊 我在一段时间之内啊 特别喜欢棋子 就有事没事的都喜欢棋子 那个不喜欢跟别人作战 跟那个气势汹汹的挥对拳头过来了 我就希望那个闪到一边 再伸脚半腿一跟头 就差不多那种感觉啊 然后就想办法用一些很清明的一些手法呢 就是把那个棋局往简明的方向去引导 那个时候呢 就很喜欢棋子 因为你不作战嘛 你总要七点东西给别人 那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 我觉得我喜欢那么下棋 那现在我好像特别特别的不喜欢被别人吃掉 哪怕一个子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所以在判断这种地方的时候 我一看那边被吃了俩子 这边一个都没吃到别人 我本能的就觉得这个棋 黑棋好像有点亏 但是这个亏当然离生父还早啊 我们还是来继续往下看 亏肯定还是亏一点 白棋一时半会还可以先步补 来加工在这个位置 对 白棋飞 然后白棋补这个 这个价值也很大 他在那边 然后从这个地方震一个 震头 嗯 震头黑棋在这里有很多先手 这个肩啊跳什么都是先手 白棋还是动不了 白棋现在冷静的补一个 这个补一个呢 是非常有必要的 非常非常大的一手棋 然后不补以后 黑棋沾完了往外飞 其实黑棋都难以把白棋全部吃掉 对 而且这样就上面多了很多借用 这样的这个 先把自己的毛病补干净了 嗯 很冷静 对 这手棋呢 是我们就是 棋友们啊需要学棋的一个下法 看上去呢 在没有什么要出棋的地方呢 走了一手棋 但实际上呢 他把黑棋所有的余味全部消除了 而且呢 让自己变得非常的厚 这个就叫做后发之人 把拳头先缩回来 再争取呢 以后打出去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内涵的一个下法 好奇 好奇 应该说不局到现在呢 虽然还没有发生什么直接的战斗啊 但是感觉上白棋还不错 就一种感觉了 对 觉得他的这个空啊比较实在 嗯嗯嗯 因为外面还是黑棋不知道怎么处理 那我们要看持阳烨会下这种棋 这种棋 我觉得当然离胜负还早啊 好 就是这么连了一个 一般分寸 这两手棋的话也是一般分寸 嗯 起码白棋也没有什么不满的道理 白棋因为毕竟空上拿的很多 对那是不是黑棋也该拆一条边了 也该违控 再跳这个 嗯 这个跳的形状呢 出乎意料 没想到这个棋的形状是跳在这儿的 因为从这么一个情况来看 黑棋能逼住白棋这个形状 黑棋是比较愉快的 嗯 你这个棋要么就下这个 要么就走在这里啊 其实走在这儿呢 爬再搬住也是一种下法 我觉得也也可能比这个紧凑一点 比他实际上那个跳紧凑一点 这个跳呢不是形状的第一感 但是方向是对的 就是从这边走出来 破坏黑棋整体的构思 这个方向是对的 如果你不下的话 人家一手棋把这个 怎么再加一手棋 黑棋就变得非常的宏大了 对 而且这边也很厚了 那这个方向是对的 具体的手法呢 我以为会下这个 如果是我下了 我可能会下这个 嗯 可能搬住 这个会损梦吗 他肯定担心会损梦 我觉得这是黑棋 白棋所担心的 但是这手棋呢 其实感觉上情况怪怪的 好像就觉得没有 就是对别人没有什么影响 就自己在那跳了一个 就这个 这个有问题 这手棋有问题 在补断吗 在补断 但是补断太不够结实了 这个走在这儿足够了呀 这样补断的话 走在这儿 瞄着下面的打入 和将来这边的这种交通线的联络 这都是有可能的 但这步棋 多深一路没有意义啊 这多深一路 对白棋 你说有什么影响 没有影响 然后反而对给自己 可能会有一些隐患 对将来就变薄了 将来人家从这地方去 去多它的时候 它这个情况 就不是很好整理了 对白棋就从这个跳出来 这两手棋下的方向很正啊 你这个跳 黑棋这边就不容易成很大的空了 对 它就扩张不起来了 然后这边 黑棋的 现在所暴露出的保卫啊 迟早要付出代价 就是看是什么时候付出代价了 这这个有问题 这个还是应该走在这儿 或者说就跟着它跳 其实也可以 还是要拿出这个方向 我们看 这个方向 只要黑棋能控制住啊 白棋在破坏黑棋大形势的时候呢 白棋就很难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着眼点 你说它是怎么办呢 我觉得白棋就 在哪呢 对 就敲进去吧 从这边 敲进去 这个怎么 我也不太知道 就在那儿站在上面吧 将来你活起以后 它这边再连一片 这边还有空间可以坐 主要是你这个地方 走过来呢 本身对白棋出来太舒服了 对 因为就本身对这边没什么影响 你将来打入进来 因为白棋都已经厚成铁了嘛 你打入进来 无非就是破一点木 对 就十几木棋而已 没什么影响 这么跳出来 黑棋比较难受 而且还 最主要是还没有棋 而且这个棋呢 我们看啊 我们一开始讲过 陈阳烨他比较讨厌这种步步为营 然后把自己走后 再来追究你毛病的这么一个棋 现在我们看这个棋 好像不知不觉走到这个步调里了 现在黑棋呢 虽然速度很快 但是全局薄 而白棋呢 实控很多 也很厚实 厚实 虽然速度慢一点 但是呢可以慢慢的来来追究白棋 追究黑棋的保卫 这个棋 格局不好 对 对谁啊也不利 这个格局对他不利 他不太擅长的一个局面 稍微捏一把汗 然后一直继续坚定 好 因为他根本就没想打入 可能就从想从上面削一削算 抢个大厂也很大 这手棋下子也很大 那关键是这边太薄了 下面白棋肯定要来冲击 我们看实战白棋走在这 走在这 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看黑棋怎么整理了 对 黑棋怎么连呢 靠这个 这个从脸上 它会 马马虎虎脸和脸上 顶段不会 顶段形状不好 扳吧 还是 扳我就断 好像从这边连也挺薄的 像是沾被别人退回来 这有点苦啊 嗯 这怎么办啊 吃吧 吃的话最起码先让白棋形状不太好 那吃 提掉黑棋自身的形状也不好 吃 这接啥 这黑棋自身的形状也是 非常的薄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白棋就越来越厚了 这边这个我觉得这个连片就看着还不如手个脚 确实有道理 那这个防守我不满意 嗯 那这个地方怎么连呢 那被这一冲击 不靠这边就靠这边 嗯 现在黑棋面临难题 因为黑棋已经捞了很多了 嗯 黑棋的速度虽然是很快啊 这个全盘 四路上的全都被黑棋占领了 但是这边确实很薄 我觉得时控白棋还好吧 这一块 然后黑棋就这一块 嗯 然后那边也没有 对 现在的问题呢 就是看陈阳叶怎么去把这个局面复杂化 只要这个棋 他能够把局面倒向一个双方复杂的一个情况 就就好 如果总是这么单纯的手工 要防守的话 这棋不乐观 对 挺危险的 嗯 那这个地方怎么办 这个 这个 这个我觉得应该不是先手 嗯 问题是你怎么下呢 我想下这个 点一个 那他这个 我觉得下边根本白棋就不需要成空 只要把他黑棋走薄一点就行了 然后呢 但你要注意到他这个子其实也很轻 等着你去吃 嗯 他这个下来的话 在底下将来一般一壶有作眼的空间 而且呢本身有木术价值 本身破了你一些木 然后把你一个格在外面让你变薄 就会有价值 关键是 然后呢 我想把这个地方 不要让他连上 跳一个 还是这个 这个顶可能也不见得好 因为将来他探这个是先手 顶这个也是先手 嗯 这样的话你自身还有问题 看他的吧 他搬这个 我们主要看黑棋的构思是什么 然后黑棋再加 哎 不是 他不是搬的 他是 他没拖 他直接走到这里了 对 不理了 跟你的意思差不多 但是没有交换这个 拖鲜了 如果没有交换这个也可以下的话呢 就会好一些 刚才这个还是很损 你走完了以后人家一尝 你这个形状就不舒服了 然后 白棋不跟黑棋纠缠 但是这地方连下两手棋 其实没得到什么东西 有点单观 这两手棋本身有点单观 嗯 就是看能不能够威胁黑棋的整体 因为你走完了以后 人家将来什么随便走走 这两手棋没有得到一个很实在的东西 啊 看黑棋的防守 然后断吃 嗯 黑棋这个地方要发力了啊 现在我们看这个棋的时候啊 不要光看热闹啊 一定要明白黑棋的主导思想是什么 黑棋必须得拉着白棋一块跑 就是拉着这个 对 一定要想办法走出一些东西来 嗯 绝对绝对不能单纯的手工 如果是单纯的手工的话 那这个棋后面盘 后半盘非常的难下了 就很可能要要崩溃 然后再挡一个 肯定要把这个逃出去才能分断啊 把相当的危险啊 这个一拐 人家这一拐已经连过 已经连回去了 这个 没有什么手段 其实 他现在跳 我现在还要把这个爬回来 那外面还能不能白棋一下 这样不死吗 我觉得非常的危险啊 这个这个黑棋 白棋从上面跳一跳 是不是就断了 跳一压 对啊 很悬很悬啊 这个棋 这是怎么用的啊 这个好像看上去 不怎么乐观啊 这个形状 那您刚才说 这个碰是怎么回事 碰它吧吃 然后 你力的话它提 你只有沾它 那不用提 单冲也 单冲你可以吃 它先提 也就是说 分析这有先生 对 我就并置先 分析这个字有先生 这个就冲不出来了 这个有先手 但是白棋现在尖这个 是不是好奇啊 我们看 尖的话 就把这些先手 会不会都给 在无形中 就都给防住了呢 这个白棋的抢手 这是 拐出来 是不是还是封住 尝一下 这个可以吗 真的靠上来了 那你说这个字 还是先手吗 现在 应该是吧 不是有靠吗 有靠 如果我气长了的话 肯定是 如果没气的话 就被一打一打 死了 死了 它就从这个地方 搬出来 搬 断打 走走走 对 现在没气啊 它如果顶住的话 如果在这样的话 我提 沾上是没一口 去吃 对 断掉 那这个白棋 黑棋不行 然后白棋 我们现在看一个 基本变化 我们给大家讲一下 你现在这个打 虽然是先手 但是呢 白棋有另外一种 手法可以杀你 然后它吃 你是我利 对 它提掉 它就提掉就行了 提它几呢 反正不一样 现在就出 你吃哪个呀 我是这个 它接在这儿了 哦 这个沾上 就一口气吃掉了 对 不过呢 它可以先不吃啊 这个地方还是挺妙的 它单靠 刚才吃这一手棋呢 撞了一气 嗯 单靠 这个是我们要 要进一步去挖掘的啊 现在黑棋 必须得在这儿 发出点 发掘出点手筋了 靠 吃的时候 哦 不是 它是直接点的 直接点 其实也一样 吃的时候冲 是一样的 然后呢 它提掉 这个时候呢 它先不吃是好气 等你提的时候 它再吃 因为刚才先吃的话 人家一冲 你这个等于叫吃 撞了一口老气 自己就把自己弄死了 粘上 让它挤住 再挤住 这是唯一的一个变化 然后呢 白棋现在通过这个团 去去做结 打结是吧 这个 团和其他人 只能粘上 这是一个什么结 走走走走 紧气结 冲一下 嗯 紧气 好 这样 它搬这个 搬这个是好急吗 反正给 只能紧气了 嗯 我们先看如果没有搬 如果只是搬这个的话呢 我 它就 哦 猴一下 猴有意义吗 猴 我断 走走 它不搬过了吗 就猴 让它做一个 经济独立是吗 断一下 嗯 这个电话 我们摆给 其友们看看啊 看看清楚 再提 然后 它肯定得探进来 然后 然后再打吃 对 你先提 你先提 人家紧过来 变成你后手机 那这个结呢 黑棋不行 黑棋太重了 黑棋明显不行 为什么呢 白棋现在可以选择是直接开结 还是外面去续结材 因为最快续结材 黑棋也补不进 嗯 其次呢 特别简单的一个道理 我们看 白棋死才死几个子啊 黑棋一死 死这么多子 这个结的轻重程度 没法比较 这个 白棋明显的优势 对 这个结 白棋肯定不怕 嗯 那我如果打赢了之后 也不一定吧 我这吃了完之后 这出来 这个白棋 嗯 黑棋现在 白棋先不开结 白棋可能先去别的地方 去续结 你要是补的话 你得连补两手 它先不开结 它外面连走三手 可以 嗯 这一旦被白棋打赢 黑棋肯定不行 所以呢 普通定型不行 我们看黑棋下哪 黑棋是搬这个 对 搬这边 然后那个没断 对 剪 搬这个是什么 什么情况 这个有没有 没有 没有 然后他把这个提掉 嗯 它现在搬进来 什么不长气呢 它往里跳 跳 嗯 往里跳 多捞一点木 千万别死进来 死进来就跳了 搬的话是怎么回事 它是夹住吗 不 它好像夹不住 搬它就夹 加一个 你也不长气 如果我再收回来的话 一样的 长了一口气吧 一样的 它实在也是长一口气 你没注意吗 这个一一变成一个 金鸡独立了 这个地方你要变成一个 独入气的情况 是一样的 它再粘回来 哦 那这样的话就是 嗯 缓一气节了 没有啊 还是紧细节 我紧到上面一口气 你现在你现在走 还是紧细节 等于说它这长了一口气 我这多紧了一下 对一样的 你现在入进来的话 它搬 你还是像刚才是 是的一样的 紧细节 如果是缓一气节的话 黑气就不用下了 黑气直接就可以脱降了 我缓一气 我还以为是黑气缓一气 因为我觉得黑气 长了一口气嘛 没长一口气 没长 现在白气不紧的话 还是紧细节 白气就算最简单的 猴掉完了 收气也是紧细节 你猴你走 它收气 你搬它打吃 你提 明显是紧细节 但它不会猴这个 猴这个是最后再走的 现在还是 起这个 现在吃一个 它续节台了 现在起这个续节台 这个寸突不精啊 然后 这个节现在等于说是这个 黑气先手节 是吧 如果就是这么打节的话 就是黑气先手 对这个没办法 这个必须得是黑气先手 白气先手节 白气就不用续节了 白气开节 直接把它提光了 提光这一期 也就不用下了 现在白气 下的这些期呢 都是续节菜的期 但我觉得 黑气也鼓不了 这节菜续的有问题 因为刚才你说的 黑气如果能提光白气的话 外面白气还是很薄的 这边 我觉得这个节菜续的 稍微有点问题 别自在这儿续 或者如果要续的话呢 从这边靠了段 靠靠段 如果要续的话 可以走这个 先考验它 你正常的话 你是要冲的 你现在敢冲吗 反正这个节都总要被打赢 不然的话 这边被便宜了 因为我觉得打节 这个节黑气是不能输的节 对啊 那现在断 所以说我就说黑气这个节反正都要打赢 我觉得打节最忌讳的就是 节还没开呢 然后到处退缩退缩 退缩到后来 这个我就亏了好多 是是是 但是你现在怎么办呢 我就 怎么能把这个缩到最小呢 拐一个 你拐它连班啊 这个节你不容易缩回去吧 你很可能这个最后要被别人全都提光 算了 当年加的时候啊 我觉得我就一切都算了 我不走了 一切都算了 你补不回去 这个头疼了 你现在补不回去 我就把这个节提了算了 我就沾上吧 反正就挤一口气 你注意 等会它 猴走走走走 刚才我们说过你这儿有个经济独立 你这一手戏是没补净的 他吃 你要想补净还得再换一手 一样的 你走这个也没补净 走这个它等会打了几度 还是缓一期间 那我就再补一个 这样行吗 那就 那白棋达到目的了呀 白棋实在那个挤的断 不就是为了走成这样吗 黑棋要是这么连补两手补回去 外面让 外面让白棋连下三手 这个黑棋行事不行 这黑棋大败 白棋有这么一大块空在这里 还有一个营上全局的后事 这个黑棋肯定不行 对 如果找结的话 肯定也不应该先损 对 这个家让黑棋挺麻的 这个难道是沾上不 你沾上它就拐回去 这边先便宜便宜 你要忍耐的话 它再去别的地方 对 然后它再去别的地方 这个再去造结 我觉得这个打结是最难受的 这结还没开呢 然后就到处都得缩着下 那黑棋很痛苦 因为黑棋太重了 黑棋这个结不能输 不能输的话 白棋在别的地方续结材呢 它的这个可以运用的手法就很多 实在这个断呢 稍微有点极端 然后长一个 这时候就开结了 然后开结这个开结的时机稍微有点早 翻一个 然后沾上 那为什么是扳的时候不断呢 为什么不是断的找结呢 结材不是多一点吗 不 你断的时候被人家直接打死了 没有 你打它提过来带响了 提过来是带响了 对对对 那你要是照顶头不带响你直接现在铺也能把面铺死 好是 这是陈寅的错觉啊 它断没什么意义 等会总是也要自己开上来的 它不用开到这 它可以立着开 这个地方白棋是体结的吗 没提吗 没有吧 我是爬了吧 没有 这个还没有交换 对 没有交换就是说黑棋在这也堵不进 对这个地方带响肯定就补不进 刚刚黑棋白棋开结就走这个 等你爬吃它再踢再走再吃进来 是这么一个开结的情况 反正是只要白棋一手棋就可以把黑棋开爆 白棋现在就需要一个结材 所以它又再续结材 然后再扳 这个扳的时候不敢硬了 那再硬的话 外面这个刺一个肯定是结材了 对或者有可能没准就扑着 现在有可能 只要能把这个轰起来 黑棋走是不行的 这个不敢硬了 转上 那是不是还是紧 还是没补进吧 这时候补进了 其实白棋对下巴有问题 我立的话 立的话它吃 我提掉 然后再吃 补进 这棋还真妙了 暂地再走再走再走 那这棋黑棋不行了 黑棋这个局部损失太惨重了 补进手还没补进 对还得再补一手 我觉得现在可能有误算了 这个没补进就是说 黑棋这没什么手段了 分出来 但是这边白棋便宜的 你看这边白棋的后续手段 这肯定是白棋要有相关来的东西 白棋便宜的够大 然后断吃 沾上 这不是又被白棋续结了吗 现在呢 我需要提醒其友们一点 现在白棋在这儿啊 要一心一意的去出棋 不能再考虑续结材的问题了 因为这地方人家已经补一手了 你再续的结啊 是一个缓一细结 也就是说 这个结材不好续了 你必须得是一手 能把别人开爆的时候 外面续的结材才有价值 才厉害 对 不然的话呢 别人肯定就先把这个 先吃掉了 之后呢 才还原到刚才紧续结 连到这个白棋就白亏了 对 现在白棋跑 所以白棋现在要一心一意的想去出棋 不要再去想去解采的事情了 然后去 这个 就我还在看是什么路线 它现在虎这个是为了 虎这个如果可以挡 白棋这个地方四季 搬它拱 这个地方还可以冲死 还连搬不进去 是的 那我退一个 然后这个 你能搬住吗 它再搬 让我 你沾它沾上 你搬它收起 你还是满意气 这个没看明白 会不会像这样呢 先先拐掉一下吧 拐掉啊 对 这样 这个时候我不就可以打结了吗 再做 他先做一下言 比较好 比较妙 这时候 那现在你走这个的话 他可以 他是不是可以搬这个 他也不用搬 他先走这个吧 现在他 你这时候收起 你不能立 你只能提 你提的时候 他再搬这个 或者说现在他先把走 他就打结了 先把这个开结 你这边就补不进了 你结不论的话补 也可能是这么想的吧 所以他搬的时候 我黑棋没有硬 对 这段缓一期结 当白棋有很多很多 不费本钱的结材的时候 黑棋也受不了 所以这个时候 黑棋 那就需要上边了 好 他上面去 跑一个 上面还可以再吃一下 都吃中 但这个本身自己风险也很大 尝一个 沾上 然后白棋爬 这时候可以再布一个 这个没蛋法 然后现在上边 也终于是补踏实了 然后下边呢 白棋也得到了 这个打结的收获 那现在的木树怎么样呢 但这个地方倒是还有个毛病 木树 木树肯定白棋好 肯定白棋好 因为白棋爬没死多少木 白棋爬 虽然死了六个子 但是只有十几木树 这个从几段开始 白棋在这收获 已经超过三十木 对 黑棋的脚变成了白棋的 四子就长二十木 破了黑棋十几木 总有了 外面虽然有点问题 但是一时半会还不致命 你这个木树不用谈 现在白棋领先很多了 木树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白棋岂不是在这个中间 这一补 或者我下去就肯定 对 我们看白棋 白棋那先尝一个 这个尝是有必要的 虽然说这几个子不太准备刨 但是呢 也别让它一手去给你吃的太干净 能尽量的把这个死子 多走出了一点味道 那最好 那现在总该补了吧 嗯 补一个挺大的 但是它似乎是没补 先贴个结 是吗 对 打姜 这是这个交换 这两个交换了一个 先贴了个结 然后这个也是打姜 这个是 这个是绝对的打姜 对 再跳 这个还是要跳 我们看没有问题啊 它没准备死这几个子 它这几个子还准备连根拽出来 这个要是能成立的话呢 无疑是给黑棋的一个致命遗迹 那我觉得好像现在大家都不喜欢死子 不是只剩您不喜欢死棋 好像你看这个他也不喜欢死 其实现在这个棋 黑棋时空差距已经挺大的 这个地方一点味道没有了吧 没看出了什么棋 你搬哪个 它从那边一立 你总是死的 然后我就沾上 沾上黑一坐眼它就活 没有用 对 这个要是能跑出这黑棋 就没法办了 就没法办了 真的是非常凶狠啊 现在白棋本手嘛 它就补一个 补一个 如果它也补一个的话 然后把这边一打入 这块现在30分 应该白棋也还行 白棋这一大条片 这还是白棋好 白棋现在是一江盛追穷扣啊 这个什么时候日本棋手 也变得这么凶狠了 可能是这个 现在大家都喜欢战斗 所以他们也不得不改变棋风 但它能跑吗 如果它尖呢 如果我尖呢 它就尖上什么 尖它就顶 它就顶这个 顶的霜 顶的就长出 对这样就跑出了 这有一段 这有一个段的味道 好像还是有点 因为上面比较厚 不好杀 杀不了的话 黑棋自身还有问题 那这几个 怎么跑出的话 陈阳夜可就失算了 对啊 陈阳夜开始这些棋 就非常失算了 当然这个地方 做成一个这种 对黑棋这么沉重的一个结啊 是陈阳夜这个黑棋 整体战略思维上的一个事物 这边下的太薄了 对 下的这么薄怎么行啊 这个子的问题 这手棋 当时我们并没有看到 实际上会下成什么样 这这手棋摆在基盘上 我们直接给它订问 这个肯定有问题 这手棋肯定不好 这个地方 一起挖一个 然后把这顶挡住 然后再拐下来 拐下来已经拿不住人家了 对 现在如果加的话 它就打吃什么 它就立就行了 然后从底下一搂 它 不是的 它可以挡 这个搂不死它 对吧 搂一个人家一沾 然后我不拉 搂不行 搂不行 那这个时候 好 它就没有手 它就立 那还有什么奇异 先给你搬 然后我就跳 跳再冲 那不是它 它先立 哦 做成这个 经济独立之后 吃这个尾巴 嗯 这是妙瘦 这个 需要 很强的计算 嗯 像黑奇 黑奇律的全死 连上面 再下面全死 光吃这两次 肯定不行 对 肯定要输 但是呢 白奇有痛苦的地方 白奇不能够先 搬吧 白奇不能够先冲 是不是 白奇不能够先冲 白奇得单搬 单搬的时候 白奇 黑奇再沾什么好一点 它就这么搬过 然后它再 再做活 那大概也不行 这些个子全跑回来了 黑奇没有收获 嗯 黑奇没吃到东西 这还是欠着断 还是欠着一个断 它有这种妙瘦 所以一拐 这个已经就吃不掉了 哇 一顶一挡 一拐 这一棋 没有想到白奇有这种妙瘦 那这几个子没吃掉 黑奇的形式 进一步恶化 对啊 这木树就差的就会更多 它这个定型呢 也许比我们刚才 那个定型还好一点 提掉外边打吃一下 这样实际上 黑奇也补一个 哼 也不见得有我们那个号 也不见得有我们刚才那个号 总之是没什么收获 白奇这几个子跑回来以后 还稍待着 把这个 新味加33的 这两个字给加强了 对 那全盘现在 这个黑奇可以点出来的木 也太少太少了 太少了 现在黑奇只剩中央 最后一拼搏了 对 把这个吃出来 只有这个最后一拼搏 对 好像只有这样 白奇 如果杀不了这块 这气也就下完了 那白奇的优势也不到 可以把它弃掉吧 就是这么打入一下 弃掉肯定也不行 这个你想啊 白奇连这几个子都不愿意弃 他还能弃这个吗 这个 确实不知道什么时候 开始日本棋手 或者至少是一棋轰松吧 不知道能不能代表 所有的日本棋手 这盘棋表现的奇功很凶悍 对 很凶悍 这个当然陈阳业一开始 也是自己的棋型啊 露出了很大的破绽 对 下薄了 主要是 对 这一走 门户洞开 等着别人那个来冲击自己 这个是有问题的 还是要脚跟还是要站稳 马步还是要扎牢 然后再说 然后再说 这个棋整个自己形状 那么这么薄 肯定不行 现在白奇飞出来 是不是黑奇由于这边也挺厚的 是不是还会有一点机会呢 但是白奇有眼形啊 想杀白奇难 想杀白奇很难 黑奇就退一个 白奇 顶好奇啊 顶这个 白奇下得很好啊 这个棋 黑奇也只能搬 搬这个的话 是不是直接就死了 搬着那一段 打吃完了一飞 是不是直接就死了 你看看 这棋白奇 陷阱给飞奇留的陷阱很多啊 还一场 你要站 是不是直接就 起筋就进去了 没有 我可以冲了 吃两下跳出来 没冲死了 对 没有气了 没有气了 那比如说 黑奇的这手鞋也有问题 这个点 这个点 有问题 黑奇只有往前顶 然后再尖出来 他要拐吧 尖 蹦吧 蹦 摇着你这形状的弱点 这样是不是还有点机会 搬进弯 你死也不容易死 白奇往下走 毕竟是跑边上去了 白奇往底下走 死也不容易死 这就有半只眼 这还有很多借用 对 比较难 黑奇比较难 但是 比实战强吧 实战就没有招了 实战这一退 这个棋被别人顶在这儿 估计陈昂彦也没有发现 人家就顶得好奇 因为你现在这么吃肯定不行 这么吃人家从外面兜住你 对啊 他就连上就行 这个你肯定不行 刚才搬这个又不成立 搬这个直接就死了 只有搬 那搬这个本身是缝衍的 对 断掉 然后他只能吃出来 沾上 沾上 然后人家再一沾 下一手 这个局部一手 其实就快活了 这边那几年不好动 这黑奇怎么办呢 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 就这个奇基本上要 总向这个剥锅路 尝一个 尝然后人家的调价 就直接都脱线了 就直接都脱线了 这只有踢捷吧 对 踢捷 那这个黑奇 捷也打不过人家 人家捷才太多了 去哪找人家的捷 这个捷 倒数都厚了 跟铁板一样 然后人家踢捷 对不起了 这盘棋下的可是够糟糕的 这个到这来循捷 这是不是已经不是捷了 对 人家已经脱线了 好像 让它再扒 挡住 这个还是多起 黑奇从那 攻杀出一大串以后 全死进来了 能获得的就是要连下两手起 不知道这边 有没有多大的战果 然后摆起来能做活 黑奇点这个 现在可以断到会把别人吃了 但是这个战果应该是不够的 对 它断掉 但这个吃的太小了 人家把这个打拔 再吃回来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收获 跟这边的损失不成整理 对 关键我们看走了半天 黑奇其实没吃到什么东西 这边吃了三四个一个蚕子 这边吃的也是蚕子 外面整个死的都是奇筋 这个不行了 对 最主要的是没有可以拼命的地儿了 好像这棋盘已经越来越小了 不知道哪还能 白奇已经全都厚了 白奇全盘有七十毫几目了 黑奇现在看见的时空已经有三十毫 就是这边不知道能撑多少 就算百万一种呢 进来肯定是吃不掉的 白奇露进来 很凶了 这个地方还要漏进来 我觉得有点 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了 太不给面子了 这个奇号 就是 逼住 但是你拿不住它 你也没办法呀 你脚上是 它走这个 其实你要走在这儿呢 走在这儿 估计它点在这儿 那会儿也吃不了 对 上边还有 你走它 走这个 对这个估计也吃不了 这个太难弄了 那点到这儿是不是有希望 走这儿 这个我们就摆完吧 摆去完结 好 看看这个最后局部的攻杀 对 这个时候呢 哪怕全围住 估计黑奇也输了 抽了再加 用这种手段来吃齐 这个一般来说 都是不靠谱的 靠一个 然后退一个 吃 我们再欣赏一下 怎么去攻杀 提掉 然后再吃 脱鲜了吧 这个要粘 粘上完了以后 你逼着它杀到这儿 它本身搬那个 这个没有意义吗 这点总是很白皙的 本身就打结了 你就关系 能不能脱到这儿杀 脱到这儿显然不行 脱人家顶完了以后 一贴就连回来了 这充钱手一贴 就已经连回来了 对 长它就粘上这个 这个棋就已经局部 是个大结黄了 那这个黑棋 就肯定不行 79 提检 记住 然后提检 这是应该是 好像 安心因为有余了 这个戒 不知道怎么办了 嗯 这家是 不是 2186 尖那个 尖那个不太好弃 但也没关系 这个戒其实 这个这个就是 真的就弃了 也没关系 但白棋还硬 说明这手机很大 这手机很大 因为这个节材 对于白棋来说 比较 比较随意了 所谓了 再先打试一个 这是一个绝对的节材 不用白不用 把人家一吃 这个已经动不了了 提节 然后白棋吃 赔棋提节 不是不是不是 人家搬完以后 人家自己先提一下 那个不能给你 对不能 这个戒材 你可以 然后它搬过 这个搬一下 很损 然后它体贱 再体贱 断一个 两半两半 不知道黑鞋去哪里找 黑鞋是不是把这个粘上 把这个当戒材 再踢回来 白棋还有用的打戒吗 白棋也是很快乐的 在下这盘棋了 对后面肯定都是 比较开心的 没有什么压力 当这个戒的时候 终于不是戒了 人家把这个一踢 这个不行 让它 它有分力的 但是好像也已经 跟售后没有任何关系 马上也就有认输了 这盘棋实际上 也发挥的非常不好 我觉得 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他可能 没有下到自己的路子上 让别人下得太厚 然后中央自己这个形状 下得太薄 是他输到这盘棋的 最关键的地方 对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 中国的两位 小报备的棋手 输的这个关键 都是把自己气下薄了 然后遭到对方的 一通猛攻 都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这个很可惜 我觉得成绩不好呢 我们都很痛心啊 但是书呢 有它的变然性在里面 就是 还挺年轻啊 实力虽然强 成绩也不错 但是 还需要再锻炼 整个从围棋的一个 历史上来说 还是很年轻 下棋的年头还少 慢慢的这种失败 都是为将来的成功 在添砖加瓦 那在明天的半决赛的对阵中呢 只剩下一位 整个棋手了 那我们就希望 期待空间 希望期待空间了 对 有好的表现 好 那今天我们直播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